接下来我们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 就是留学地点多样化 以前我们说到美国到英国去留学 现在很多人选择到阿根廷 土耳其这些开发中的国家去留学 我们来看阿根廷的外国学生 我不知道为什么跑到阿根廷去增加37倍 墨西哥19倍 印度7倍 全世界平均只有增加3倍 但赴美国留学的人还是最多了 2021年有95万人 那么英国事实上是颈椎带后 英国的学校制还是很强的 因为美国是封杀中国学生 英国事实上比较没有封杀 所以很多的中国学生就到英国里面去留学 但是越来越来越多的人 他不愿意到已开发国家 他到开发中国家这里面去留学 阿根廷首都的特色第四点 国际学生日增的活力之城 生活费便宜 学费相对较低 所以我的观察就是美国对外国移民是不友善 那么就是他限制很多的大陆的留学生 欧美留学太贵 所以台湾人还没有看到这个趋势 但将来就你看到台湾人到阿根廷或土耳区去留学 不要觉得太意外 那边就会让我看见到台湾人到一起來 就会让我看见到台湾人到一会儿 小伞工人到一会儿 从这里都会让我看见到台湾人到一会儿 没有人到一会儿 在台湾人到一会儿 在台湾人到一会儿